也在紧张的排练节目当中,RTS Boys的三小只也来到了现场彩排,没想到彩排结束后,却发生了让人不太愉快的事情,有网友在网络上放出,自己用手机拍摄一段,关于王俊凯彩排的视频。 视频中可以看到,在彩排结束后,工作人员坐上了公司专用的接送车,而王俊凯和助理都没有能上车,连问工作人员好几次都被无视,最后无奈回到了自己的车内。 这段视频放出来,引起了粉丝们的愤怒,要知道当时可是在北京,室外温度在零下几度,认谁家偶像被这样对待都会心疼吧。 不过没想到,还有人放出了一张图,列了王俊凯以往被不公平对待的一些事情,其中就有配备的助理失职问题,一次小凯出现在机场时,粉丝们都围绕在身边,谁知助理突然非常严肃地让他把袖子挽起来,还说不然别人以为你冷。 如今TF Doors 的成功,可能已经让许多人忘了他们的过去,其实从最初出道时,很多人都不看好他们,后面逐渐发展起来,才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,如今可以说是很成功的中国男团之意料。 现在三人各自组建了工作室,但也没有解散组合,公司如此对待确实让人心寒。 王俊凯却不怎么提起过这些事情,也不知道是不是在默默忍受,发生了这样的事情,也在微博积极打call面带微笑录制新春视频给大家。 而粉丝们为它发生的同时,也要理智看待,也许只是部分工作人员的问题,最后也要说公司一定要尝点心了,不要伤了小凯和粉丝们的心。 祝愿小凯不要被这样的事情影响心情,能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春晚。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